台塑创办人王永庆去世之后 子女们的争产官司不断 长子王文阳为了阻断三房李宝珠的继承权 在四房罗文元任组案当中忽然出奇招 亮出王家族谱 里面只记载了有大房王月兰和二房杨娇 并没有三房李宝珠 王家的恩怨官司还有得打 王文阳的律师大动作翻动王家族谱 强调台塑创办人王永庆早年编销的组谱中 只有大房王月兰以及二房杨娇的名字 组谱再翻过去就是空白 王文阳律师强硬表示 三房李宝珠并不在组谱之列 那么有关户籍藤本的部分 我们手边的藤本其实都已经显示 王永庆先生在52年54年56年 三次认领了三房的女儿 也就是以非婚生子女的身份认领这四位女儿 那么也就是说王永庆先生跟李宝珠女士 其实并没有婚姻的关系 会拿祖谱曾经的起因 来自于高院省理四房子女 罗文元任祖归中已暗时 三房李宝珠主张程序有瑕疵 表明自己也是王永庆配偶 要求被列为此案被告 但此取引来王文阳不满 所以拿出祖谱试图切割 李宝珠的法律婚姻关系 但王文阳律师强调 这都是被动 他没有要告二房的意思 是因为李宝珠的女儿自己跳出来说 我妈妈是配偶 所以必须把相关的事证 都提供给法院看 假设李宝珠女士认为说 我是配偶 可是你们都不承认 他应该做的事 去法院起诉 就像罗文元现在一样 王家二房长女王桂云也现身高院 不表达自己是否站在王文阳一方 但一再强调王永庆的爸爸王长庚 都承认自己母亲杨娇 与王永庆的婚姻关系 身为案件当事人的罗文元也出面 对外界指引自己是否跟王文阳同意阵线 他底调否认 律师强调王文阳很感念 李宝珠照顾王永庆的晚年生活 但就是不承认李宝珠跟王永庆 有婚姻关系 看来这场高达四千五百亿的 真产大戏还没到落幕的时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